我们就这样一拉 然后这么一放 这样一放 我这手法 大家看 哈啰大家 那么上次有一期视频 我们家那位进来跟我说他想买包 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 主动要给我当司机去买包 大家看他这个姿势 非常的正规 非常的专业 你今天长得有点像印度人 Bew the fun Bew the fun 我感觉这些女性朋友还是对于这个气质不是特别的了解 大家看我像我用的这个MOFT的卡包 用了它之后 大家看几十块钱的东西我能用出好几万的效果 用久了之后 散发出迷人的光子 我们再看他 一个大手头子 我上次分享了这款MOFT的卡包之后 MOFT官方他又亲切的发来了问候 问我有没有兴趣进行合作推广 当时我不就直接答应了 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几款产品里面我个人最满意的产品 首先就是这款改良版的MOFT卡包 上次分享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缺点 首先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 大家看 因为它没有封边 所以这边就会出现线头什么的 就会支撑出来 而这次MOFT官方进行了自我升级 终于包了边 我实际使用了一周多之后 发现边缘依然非常的整洁干净 跟我当初第一次摸的时候 感觉是一样的 这个改进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另外整体的做工 感觉也得到了改善 这个logo 就这个logo 感觉抠的更深了 看起来就更加呆劲 啪啪的 而且我们跟官方的卡包进行对比的话 大家可以看 这个我是一直在用 大家看 这个品质的差别竟然非常的大 官方的卡包这边 这就是传说中的卡屠鲁皮了 这个差距大家看 除了它没包边 这个表面 大家看非常的干净 而且没有任何卡屠鲁皮的状况 而且官方的卡包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拔卡非常的麻烦 我们吸到iPhone 12 Pro Max背后之后 平常我这样用手机 然后我突然要用到这张卡 我们想要把它给拔出来 大家这样一整 它就会从它的背面脱落下来 然后造成非常尴尬的局面 所以大部分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把它给拔下来 然后使用背面的小洞洞 然后进行搓 搓了之后把它给拿出来 而我们morph的卡包 我们这样一搬 把它这一搓就会打出来 非常的快速 或者这样都可以 另外就是我们的morph的卡包 最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可以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变成我们的手机的支架 我们不仅可以这样竖着 还可以把它给横过来 给掰过来 甚至我们可以来一个横竖交叉 来一个磁悬幅的这种效果 而且我们还可以搭配MagSafe 边充电边把它给折冷起来 非常的方便 我跟大家我第二个最满意的产品 就是morph的内胆包 可以给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使用 这后面有点脏了 我过去使用的MacBook包是这款 这个包我过去也跟大家介绍过 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morph的卡包的时候 我就马上一一清别练 我对我的洗心研究的速度 我也感到非常惊讶 大家看整体的做工也是非常的带劲 这款内胆包最大的一个优点 不仅可以收纳我们的MacBook笔记本 还可以当做我们的MacBook支架 大家看我们可以非常快速这样咔咔一下 这样就可以把它给折冷起来 然后把我们的MacBook放上去之后 就可以当做支架来使用 所以我们这种商务用户 见客户 或者是去星巴克使用我们的MacBook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非常舒适的姿势 来使用我们的MacBook 另外支架它同样提供两种角度 一个是这种 还有一个是稍微矮一点的角度 我们可以把舌头往里这么一翻 然后这么一吸 还这么一吸上之后 再把我们的笔记本电脑 或者是MacBook架上就可以 而且它这边还有一个小的 遮扔起来的地方 可以把我们的MacBook给卡住 然后这边非常简约的刻上了他们的logo I'm off它 另外这款电台包还有一些非常细节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 是有一个这样的隔层的 这边还有两个磁力点 可以把这个隔层非常方便的吸住 它的好处是什么 就可以把我们的MacBook放进去的时候 不会挡住我们的电脑的本体 而这个小的隔层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把我们的MacBook放进去之后 就可以把我们的充电器 数据线拿这样的 全部放到这里面 而因为这一个区域 它使用了非常柔软的比基尼的材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会随着我们物体的突出的状况 尺寸它可以相应的进行扩大或者缩小 它是这种非常柔软的材质 而我之前使用的收纳包 只能放我们的本体 另外像我们的充电器 配件 还有些什么转弯头子 都一定要单独的进行收纳 所以这一点非常不方便 我们的Moft的内胆包 就会非常轻松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刚才的非常柔软的隔层 正好把我们的配件和本体进行分离 所以这样的话 可以非常好的保护我们的MacBook 而且它这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小的收纳的 收纳卡片的这种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把名片的这种东西放进去 而我现在因为长期现在没有工作 所以很久没有这个名片了 所以大家去青马克的时候 不要像我一样带着iMac 带着我们的MacBook 然后配件什么的 全部一手拿在手里面 我们就可以去了 大家看这个气场 另外它这个表面的材质 使用了非常耐磨的 易于清理的材质 这边大家看内胆包这边 外边已经脏了 因为我把它带到了山上 使用了这么一两天 所以它这边马上就脏了 我现在用我们擦一下 这一定要擦掉 要不然 大家看 因为我现在湿巾有一点干了 我换一遍 我们用稍微湿一点 大家看 非常的干净 所以这个材质 所以这个材质 然后做工 整体我个人感觉非常的满意 所以虽然是广告 再次的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给你们推荐第三款 就是这款iPad的 阿帕德的磁吸支架 整个就是这款卡包的放大版 我们可以把磁吸贴片 贴到我们的阿帕德的背面 而且磁吸贴片 它摘粘都非常的方便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搭配我们非常轻薄的支架 我们把它给吸到上面 就可以随成鞋带 因为它非常的轻非常的薄 所以鞋带起来 也不会有非常异样的感觉 这样之后 我们可以在背面 非常方便的调整它的角度 然后把我们的阿帕德给立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 进行绘画什么的 也可以把它给横过来 进行绘画之类的 非常的带劲 非常的不错 另外像我这种 使用Magic Keyboard的用户 也可以同时使用 大家贴上贴片之后 同样的也可以把它贴到 在我们的Magic Keyboard上面 这样贴完之后 晚上我们在睡觉前 想要横握看小电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的 把它采用这种角度 然后进行横握的姿势 观看电影非常的不错 其实这次Move的官方 给我邮寄了很多很有趣的产品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首先是就是Move的Z 这个产品其实非常带劲 但是因为我使用的是这种电动桌椅 所以对它的需求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如果大家比如说努力工作之后 突然感觉小腹有一点痛 就是我们的前列线 或者是我们的膀胱受到压力比较大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Move的Z 把我们的电脑支撑上去 打开 放上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站着办公 这样的话就可以非常好的 保护我们的前列线和膀胱 而且这款MoveZ 它提供了多达六种角度 大家可以去他们的官网去看一下 角度还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可以让我们站着办公的 这个角度是最有用的 另外这个MoveZ 当我们想要快速的收纳折叠 拿下来走人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方便 我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我们就这样一拉 然后这么一放 这样一放 Jesus Christ 比我还快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就放入包里面 或者直接拿走人就可以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MacBook 这种贴在MacBook底盘下面的这种贴纸 不是贴纸这种支架 它同样提供了两种角度 一个是这种15度角度 另外一种是这种25度的角度 但是这个角度跟咱们的MoveZ的内胆包 它的角度多少有点重合 而且它还可以收纳我们的MacBook 所以我个人来讲更喜欢内胆包 但是如果大家不需要这种包包 只需要这种非常轻便的支架的话 这个产品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另外这个产品MoveZ 这个产品也是非常有趣的产品 那么刚开始我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感觉没什么鸟用 但是没过两天我就真正的用到它了 当时我为了拍摄Mac with Montaria 那个视频 当时我需要把iPhone SE2的画面 跟MacBook的屏幕 处于一个水平的位置 所以我当时非常需要把iPhone SE2 垂直的放到桌面上 这个时候我们的MoveZ就可以拍上大用场了 大家看 大家看 我这手放 大家看 我们就可以把iPhone这样垂直的给它立起来 它还有很多的玩法 大家看 我们可以这样放 角度稍微更倾斜一点 没有MagSafe功能的iPhone也可以使用 我们可以随意的摘下 然后随意的贴上 贴上之后我们给它吸一上 这么一吸 我们可以这样横着放 这个角度 或者我们再给它转一下 更加倾斜的角度 而iPhone 12的用户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给吸上 然后这个角度跟它是一样的 我们还可以把手 手指这样插住进来 然后这样来使用 尤其是使用iPhone 12 Pro Max 这种大屏幕手机的用户 这样使用iPhone 12 Pro Max 会感到非常的舒适 而且在晚上我们还可以 躺在床上 然后这样看手机也是非常的带劲 有没有MagSafe都没有关系 都可以使用 但是因为我在韩国 使用卡的几率比较高的 而这个Moft卡包 基本上可以完全替代这个Moftal 大家如果不需要用卡 然后想要使用更加小巧的 这种东西的话 这种支架的话 Moftal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不过下一个就是我们的 阿帕德菠萝用户 可以使用的保护壳子兼支架 它这个保护壳子整体做工 还是相当的带劲的 大概哑光黑色蝙蝠侠的那种材质 然后它侧边都留下了 这种Apple Pencil的卡槽 这一个按钮的手感也是相当的带劲 背面的夹子 我们可以随意的调整 然后调整它的角度 而且相当的稳 大家看 所以我们在上面画画写字 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把它这样 稍微掰它再开一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这样竖着使用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可以把它变成iMac 变成iMac之后 有一个缺点就是有一点晃 这个功能主要是给大家演示 给客户演示的时候 这样一给 给它这样一看就可以 或者是我们搭配外接键盘的时候 可以这样使用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有一点太沉了 这款Moved Float 它整体的做工 它保护的功能 然后支架的功能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但是像我这种 Magic Keyboard冲度用户来讲 多少用处不是特别大 但是如果大家正在寻找一款 保可测加一加支架 这种二合一的产品或者觉得 Magic Keyboard它的性价比太低了 我觉得这个产品 这个Moved Float 整体的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次我体验了Moved的这么多产品之后 因为它们这种折纸的艺术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它们的官方的宣传片 真的是把这种折叠 折纸的艺术 融入到了实际的产品中 而这次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 它们所有的产品 就这么多产品 它的做工 我感觉都在它产品价格之上 我们仔细看的话 更可以看出 它们对于这种品质的追求 那么这次官方也提供了优惠的活动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我跟大家见识的视频 小伙子非常感谢他说 我是吧